人类花费20年时间在火星种植绿藻 没想到却被虫子一夜吃尽 好在这些虫子还有独特的用处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硬核科幻红色星球 故事发生在未来时代 由于环境污染人口过剩的问题 地球变得越发不宜居住 于是人类在2025年开启了火星殖民计划 人们向火星发射了大量携带藻类的无人探测器 希望能在那里建立类似地球的大气层 但是火星氧气含量在持续上升20年后 却开始突然下降 为了查明原因 人类派出火星一号宇宙飞船前往火星执行任务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火星载人飞行 负责这次任务的宇航员一共有6人 船长漂亮姐 首席科学家白老头 副驾驶平头哥 机械师好星哥 生物学家狂妄哥 地质学家黑星哥 此外还有一台海军陆战队提供的AI机器人艾米 在经过182天的航星之后 飞船终于抵达了火星轨道 漂亮姐指挥飞船上的AI系统准备执行登陆程序 众人将降落在火星上的生态实验室 但就在AI打算执行程序的时候 飞船却遭遇太阳磁暴 整个飞船被严重破坏 飞船系统也相继失效 漂亮姐命令众人赶紧登陆火星 她自己留在飞船上进行手动操作 送其他5人前往火星 由于降落舱芯片在太阳磁暴中损毁 平头哥只好手动驾驶降落舱 与此同时飞船那边的危机也开始到来 由于系统失效 飞船失去了人工重力 在太阳磁暴中产生的电火焰开始失控 蔓延到整个飞船之中 漂亮姐尝试手动灭火 然而却被临重力的火焰轰飞 危机关头 漂亮姐打开舱门 终于成功将大火排到了飞船外头 危机过去后 漂亮姐开始修复飞船系统 飞船这才回到正常运行状态 回到降落的5人这边 5人降落后发现通信装置都在太阳磁暴中被破坏 而且他们偏离了预定登陆地点 白老头在降落过程中损伤了内脏 无法再随对前行 最后选择了留下来 只剩下4人向生态实验室前进 让他们十分纳闷的是 一路上他们压根没看到藻类的眼儿 长途跋涉之后 4人总算来到了生态实验室 但是他们却发现那里只剩下断壁残垣 实验室早已被未知力量破坏 没有了生态实验室 而且众人身上的氧气也即将耗尽 好心哥和狂妄哥绝望的坐在那等死 平头哥却在和黑心哥聊天时起了冲突 最后被黑心哥推下了悬崖 不过很快黑心哥的大线也到了 他的氧气到了耗尽的边缘 就在黑心哥即将缺氧死亡时 他打开了自己的头罩 这却发现自己反而能呼吸了 火星上竟然已经充满了氧气 绝处逢生的三人决定先在原地休息一夜 然后再去旧的探测器那里找寻无线电装置 晚上正当三人休息的时候 一起降落的AI机器人艾米居然找了过来 然而好心哥却发现 艾米的处理器已经在太阳磁爆中被破坏 就在种人打算关掉艾米时 艾米却瞬间失控开始攻击三人 最后还打断了恐龙哥一条肋骨 就在三人惊恐的关头 艾米却转身跑掉了 原来艾米的战斗程序被设计为游击式 所以他只会一个接一个的杀掉三人 第二天三人来到了旧探测器这里 好心哥组装出一台无线电 终于重新与飞船取得联系 漂亮姐告诉他们 现在他们唯一的返航机会 就是去到100公里外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30年前返航失败的俄国探测器 不过有给他们的时间只有19小时 在那之后由于燃料原因 飞船必须返航 就这样三人再次朝着探测器进发 路上漂亮姐又思聊好心哥 告诉他探测器的大小只够坐下两人 这意味着三人将做出艰难的选择 路程才走一半 三人就遇上大雪 最后只好躲进岩洞里避寒 在岩洞里 好心哥将探测器的事告诉其他两人 并决定由自己留下来 然而黑心哥实在有够黑 他趁着两人睡着的关头 偷走了无线电 然后一个人朝探测器赶路 但是他忽略了一直在暗中盯上的艾米 艾米见黑心哥落单 很快便终结了黑心哥 好心哥和狂狂哥准备去取回无线电 路上他们发现大片的绿灶 黑心哥的尸体就在不远处躺着 而且还戴上了面罩 狂狂哥尝试用乙雀烧开面罩 没想到黑心哥的尸体就像鞭炮一样爆炸起来 狂狂哥这才发现 原来火星上竟然演化出一种虫子 这种虫子会吃掉绿灶 然后制造出氧气 这就是火星变得富含氧气的原因 然而这些虫子并不只吃绿灶 狂狂哥身上的血迹引来大批虫子 就在被虫子淹没的时候 他点燃了手中的乙雀 虫子被燃烧殆尽 虫子一死 此时好心哥也变得极度缺氧 在漂亮姐的鼓励下 好心哥使出最后的力气 朝着探测器前进 但是当他抵达探测器这里时 却发现电池即将用尽 这时正好艾米也追了过来 好心哥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艾米身上就有高压电源 于是他布下陷阱干掉了艾米 靠着艾米身上的高电压源 探测器得意启动 最后好心哥终于来到了火星轨道 漂亮姐从飞船中弹射出去 终于将好心哥救了回来 最后两人带着火星虫子 开始向地球返航 在那里火星虫子的秘密 将被彻底揭开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